好,我再让大家比较一下 这一页这个数学式子跟这个页这个数学式子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仔细看一下这一页当然比较丑 因为它稍微放大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图片档的概念 那在这一页里面呢 它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数学的一个式子 点进去还可以放大 所以在新的里面呢 其实它用的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这个MathJets的概念 这是一个MathJets 另外一个是MathML 这是一个比较旧的概念 新的大概用这个 因为其实用起来真的是漂亮很多 那前阵子就是我在ShareCourse上面的一个系统 它也是用Text来输入这些东西 那呈现的部分也是MathJets的部分 其实底层是怎么跑的很不重要 我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大概目前我们要在网页上显示数学式子 就是用MathJets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你怎么用 那不是我们要处理问题 后台会帮你处理 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有这个东西而已 那怎么要让你的维基百科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 你就要从这参数设置这边进去 参数设置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显示 显示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打这个 这是一个现在还在测试中的情况 不过其实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用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数学式子 那这个是MathJets它的一个实况的那个 它可以实际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效果 就是说U刚刚的K等于1 对然后INFDY 那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就来打一下1除上K平方 等于那个FAC Pi平方除上6 所以这样就这个设置就出现了 那如果要让它 这个上下盒跑到上面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 Tag Everywhere 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抛弃方程式编辑器 让这个资料实际上是比较有点弹性一点点的 去 sont封级的 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要再用这些经级的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顾约 我们不用看 我们不用看 我们不不用看 我不用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